Crystal 经过成千上万年 生长而成的美丽宝石 宛如此 始掉落人间时 上帝流下的眼泪 高贵 奢华 闪耀 OK 这么高贵的东西 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中出来 这次是买了6个颜色 这些都是紫的蓝 但它不是 因为它下头有标注 我大胆的猜测 可能是这个商家的盒不够了 盒不够了 现在拆开来看一下 OK 现在6个颜色都在这了 绿色 白色 蓝色 粉色 黄色和紫色 现在拆一个我最喜欢的绿色 来给你们看一下 绿色的金粉 就有点像小时候 我们玩的那种沙画 然后这里头有一个圆圆的 因为摸起来的手感有点像石头 它是那种有点重的 它这叫晶圆 制作这个水晶一共自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打开晶粉袋 倒到容器盒里 刚烧开的烫水 倒到容器里 充分搅拌晶粉至全部溶解 冷却10到30分钟 然后把晶圆放到溶液里 用搅拌棒将晶圆置于中间位置 盖上盖子 两个小时以后打开盖子 两到三天就可以得到 比较满意的晶体的结果 这个晶圆它是可以长出水晶的 你放到什么颜色的晶粉 它就长成什么颜色的 我理解的是这个意思 因为店家跟我说你中什么颜色 它就会长出什么颜色来 如果我把六个中到一起 它会不会长出五彩的那种 就是一根蓝的一根绿的 一根红的一根 我觉得会漂亮的 会值钱那种 你也笑 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个五颜六色 让七仙女下凡 八仙过海都来看的五彩水晶 OK 我现在已经把热水烧好 烟雾缭缭的 把所有的晶圆取出来了 晶粉是什么颜色 晶圆就是什么颜色 加粉 看上去不是柠檬黄 然后我现在再加一个粉色的 这颜色 这颜色变得好漂亮 这个颜色告诉我就是我们要火 我现在像我像一个女巫 许愿 显得嘞 快点十万粉丝 大家都喜欢我们频道 每次的一键三连 给我们订阅 给我们留言 给我们订阅 给我们订阅 好 好 好 加一个白色 看看它可不可以变成粉红色 没有刚才那么透的 没有刚才那个红色好看的 加一下蓝色 红色和蓝色出来的应该是紫色 怎么黑了 是我的紫色呢 可能后头我无论到什么它都是黑色的吧 墨绿的那种 越来越像在熬女不汤 倒个紫色看看 果然要什么颜色都无法再扭转它了 最后一袋绿色的加进去 那种有种隐隐的不安感觉 我应该不会皱出一些什么不太好的东西出来吧 皱出一个恶魔宝宝 颜色越来越诡异了 你屋的汤已经熬成了 静置大概10到30分钟 然后再把晶圆放进去 就可以培育我们的恶魔宝宝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晶圆下到我们的 压到感觉在吃火锅 我要把晶圆放入那个舞女汤里面 这个面在下面 先放绿色的 对不起我太紧张了 我没松手再来一次 这个链子不太行 好 我听见咚一声 OK 一个孩子放进去了 再放第二个孩子 来 我们放这个紫色的 最后一颗晶圆蓝色 因为下面好拥挤 现在拿刚才那个搅拌棒都怼到中间 我一会儿到我头上了 好 现在孩子们都已经进汤了 加门封死 不要有人来伤害孩子 静动 五颜六色 七仙女都下凡 八仙过海都来看的 彩色施华洛士奇水晶 妈妈难死了 今天高贵中透露着 神秘的 五颜六色 七仙女都下凡 八仙过海都来看的 绝世水晶已经好了 它像外星生物一样侵占了它的母体 它像爬山虎一样 爬满了我们这个水晶碗 我要拿个手套给你们看一下 它并没有出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 五颜六色的那种 它都是一个颜色 翠绿翠绿的 就是说你走过来 看一眼就感觉就是它长毛了 就像发霉了一样 但是你在里头能看到细细的结尖 我拿我们非常高贵的灯给大家拍一下 背壁上去的这种绿绿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绿色的上头 这种长上来的这种晶体 太美了 我看到了 就是这些尖尖的 长得怎么还胆一样 我觉得溶洞可能就是咱这样的吧 OK 大概就是这样 紧张又刺激的时刻到了 我现在要把水晶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它是长在盆上还是 可以动 下头是那个晶圆 我们上次埋的时候的晶圆 然后下面现在长出来绿绿的特色 看看我有几个孩子 这个 这个 这剩下的一种花 这个晶圆当时埋的时候埋反了 所以这个就没有了 但是这个长得还挺好的 我快把它弄碎了 然后这些都碎了 这里头都是那种残渣 这个好粗 我现在把它全都倒出来 看看里头还剩些什么 这里面有一些这种 它掉颜色掉得好厉害 这棵是我们种出来的最大的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翡翠了 虽然它不是五颜六色的 但是它还是非常有那个水晶的样子 和那个水晶的感觉的 那种参差不齐 簇拥在一起的交错感 尤其在灯光底下 我觉得会特别好看 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它 做一些那种耳钉之类的 但是它比较细 可能就是可以把它 就是截出一个面来 然后就把它做成那种耳钉那种 对不起